我只严正申明一件事情 从我们上次各位记者在地检署外面 最后一次官方跟我接触是 我前一天在我的顶楼 在我家顶楼认了那具尸体 不是我妈妈 长得也不是我妈妈 看了脸看了身体 就告诉我说 如果确认我看了照片 确实不是我妈妈 那我就签一个同意书 说如果那个东西 那具尸体不是我妈妈的话 就要签一个同意书 就表示他们会处理掉 从那之后官方检方警方 都没有跟我做进一步接触 所以之前媒体所写的 所有我去验DNA都是不实的 因为没有人叫我验DNA 然后这次我来出庭 其实也不是说我要认识了 而是我还是在媒体上看到消息 说他们验了一个多月 验出齿膜是我母亲 我觉得非常诡异 因为你为什么会先跟媒体说 但没有找到我 同时我这件事情 还有另一个诡异 我等下可能会请问说 中华民国验齿膜 要验一个多月 我也觉得很奇怪 第三个就我有生之年 我母亲没有在台大医院看过医生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从台大医院 可以调到我母亲的齿膜 我都觉得非常讶异 所以官方最后一次跟我接触 就是那一次说 如果我确定是5010 他们会处理的进去 确认我今天出庭的室友 因为我也没有写室友 对对对 昨天检察官那边 有一个小姐很亲切的打电话来 她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叫我来 她说因为这是侦查不公开 我怎么做变巨型呢 为什么这一季好像 大家对我非常热情 那保险你怎么习惯 保险你怎么习惯 其实保险你怎么不方便透露 但我当时忘记了 因为保险业务员 沈大哥有打给我 我忘记了 其实我有跟前几年工作不好 然后其实有跟保险公司有一些借款 但是现在我保险你领了之后 把借款所有扣除 我还是会有相当的借款 还没拿到 还没还没 因为我还没有拿到 我母亲的死亡证 是是是 我今天来确认一下 所以今天会去确认你吗 是是是是 如果今天找我的事 不是这样的话 因为他们说是侦查庭是公开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 谢谢 我仍然认为 我那天看了那一句尸体 说我母亲 第一 她长得真的不像 刚刚检察官有跟我解释说 因为尸体过一段时间之后 她会发胀 可能面部会长得不一样 那再者是她那上身跟下身的衣服 真的不是我妈的 我这辈子没看过她穿的衣服 太夸张了 因为除非她去哪里 借了别人的衣服来穿 所以我就是觉得太奇怪了 所以我今天 我有跟检察官他们询问说 为什么会一个多月才验出痴呐这样子 那她有跟我解释说第一 什么有公文的网犯啊 仪器啊 调资料调了很久才知道我妈妈之前在哪一家诊所 因为我有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 在国外或者泰国家人也跟我讲 在泰国厌齿膜不会花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奇怪 那所以我有跟检察官说我今天并没有签那个 认领师级的我需要再看一次 看一次师级 已经约好时间了 他们已经答应 约好时间下礼拜一我会去 定义馆 再认真的看一眼的剧图行 如果真的是我亲的 那我就会 我就认我就会签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